我們在問當事人巧欣 今天從早上到現在 一直都在被問這個問題對不對 大家除了對妳那個難過 大哭的那個畫面印象深刻 今天妳的先生也出來講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喔 就是昨天這個會有一些情緒 那幾個原因啦 第一個 我都講的還沒 第一個我生理起來 荷爾蒙分泌 女生應該可以懂 就是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第二個是說 這個事情它影響的不是我而已 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看到這些新聞之後 他們有擔心甚至有誤會 所以說對我來講 其實是你知道做人媳婦 然後呢 又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當時我們是去震災 結果呢 這個復婚期總召 跟這個羅志強委員 他們兩個還要等我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 應該是在災民身上 結果變成都在問我 所以我就對他們感到很愧疚 所以昨天就有一些情緒 那當然我哭點本來就很低 之前那個輝文哥 也把我弄哭好幾次對不對 也是在我們TVBS新聞大百貨 還記得我初選的時候 所以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做的是自己承擔 就是如果有酸我哭的 就是一律開放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比較真性情 我笑的時候也是哈哈大笑 哭的時候也是就是真心的在哭 但是真的認真講 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其實我也不想扯到民進黨去 但為什麼會講到民進黨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想告訴大家說 你覺得他們的這幾個 就是這三個人 他們是共案被調查 這三個人都有這麼明顯的 民進黨的政治傾向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跟我合作 他們會想要找我合作嗎 我會願意跟他們合作嗎 他們可能怕我 如果真的有做這些詐騙來講 怕我知道都來不及了 還跟我合作 那我也不是說就是 我也不是 我不是腦子有問題 我怎麼會去跟民進黨的人 然後一起去合作 我嫌我死的還不過早嗎 所以這個是 我在講是邏輯上面有問題的 那我也同意 尾翰哥剛剛講到的 就是個人做事個人擔 那也不是因為他的政黨 舉政黨為例是說 我不太可能會去跟 我明明知道 然後我還去跟他合作 我不太可能做出 這麼愚蠢的事情 那至於說 這個今天就黃捷他就是說 限時二十小時 對 這是限時 我剛剛已經發臉書了 要告歡迎來告 隨時奉陪 不要等二十四小時 請你現在就去提告 為什麼我要說他腦子壞了 是因為他說我說 黃捷說我說 只要家人有涉案 都通通要辭職下台 問題是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所以如果你不是腦子 出現一些問題 憑空想像出來的話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呢 大家還記得嗎 大概在一兩週前而已 邱國正的兒子 爆發出所謂的 買春的醜聞 我怎麼說的 我有叫邱國正下台嗎 我新聞都還留著 我說兒子做的事情 已經是成年人了 要自己負責 除非是邱國正 有牽涉到他個人不法 不然應該要分開看待 我什麼時候講說 家人出事的話 全家都要辭掉的 按照黃捷的邏輯 才會有剛剛韋漢哥說的 那是不是 這個林餘倫 他也是詐騙犯 然後他很支持 蔡英文跟賴清德 又跟顧力雄在一起 那他們是不是這些人 都要辭立委了 還捐政治獻金 辭立委了 不要做總統了 不要做副總統了 不要當國防部長了 你這就變成無限上綱了嘛 所以我恰恰是 反對了黃捷的這個邏輯 但是也請他不要去 胡亂編造一些 我沒有說過的話 而且我才在數週之前 用我自己的行動來證明 我沒有那樣子的想法 拜託不要很胡亂的去栽贓 所以請他一定要告我 因為我就要坐等法院認證 就是個沒腦子的 那小溪我們想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就發生這麼多事情 好像你已經被綠營當劍拔了 就連客製生委員都在幫你說 你已經被側翼盯很久 他們搞不好不容易等到現在這個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我當然很委屈啊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做政治人物 本來就會接受到這樣的政治攻防啊 可是我想要請問大家的是 現在這些側翼的批評 然後包含他們發的所有內容 哪一點牽涉到 我本人跟詐騙集團有掛鉤 一件都沒有耶 那他們到底在吵什麼 他說我跟我老公 跟我老公的姊姊 跟我老公姊姊的老公都有改名 改過名 所以呢 我一個小朋友升高中的時候 媽媽幫我改名 他們其他人怎麼改名我不知道 請問這個東西 跟詐騙集團的觀點在信在哪裡 然後說 我在過年期間有按過 我老公的姊姊的臉書 吃團圓飯的讚 我做人媳婦的過年 不去吃連夜飯 然後在桌上跳出一篇臉書 一起吃飯的時候 按個讚 很過分嗎 甚至我覺得 我在這邊要鄭重的譴責 溫朗東先生 他剛才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說 因為他去我老公的姊姊臉書上看 說呢 因為他在前一陣子還有跟他的先生有互動 所以不見得有受到家暴 我想問任何一個女孩子 大家也有太太的 妹妹的姊姊的 可以依照一個人的臉書上面 有沒有發出求救訊息來決定他是否有受到家暴嗎 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為 都已經簽發下了保護令 對 這是由法院所簽發的 而且我也提供給媒體朋友作為證據了 怎麼可以 明明法院有發保護令 有認證了 有認證 然後你卻說因為看他臉書沒寫 我覺得這種說法喔 真的不要以而傳喔 會傷害到非常多人 不管今天我的老公的姊姊有沒有涉及到這個犯罪裡面 但是家暴這件事情是另外的案外案 不應該用他的臉書去判斷是否受到家暴 應該以法院最後申請出來的保護令為準 那政治現在要牽扯到這個家暴的東西 會不會覺得幫女性暴虛 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連你自己的家人都很難心 曉昕妳怎麼看 對 因為就有一些誤會跟誤解 然後甚至像今天就有一些圖開始做 然後明明就跟這個整個事情 跟我原生家庭的媽媽無關 然後側翼做圖的時候也故意 這邊加一點 那邊加一點 就是說我講的東西是正確的資訊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可是側翼網軍在製作的時候 他會加油添醋做一些其他的 比方說我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我的婆婆她跟銀行貸款 然後要幫女婿去開公司的過程當中 銀行利息有周轉不來的情況 那我跟我先生有先提供一些錢 讓她去還她的這個銀行的錢 那結果在網路上被側翼說成是 我給了詐騙集團100萬 請問這兩個是可以這樣相連的嗎 就不可以這樣子的吧 就是說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吧 甚至4X貓在網路上面去講說 我的政治現金 我的財產申報上面 沒有寫債權人跟我婆婆 大家知道嗎 每年你可以轉給親屬的贈與稅的限制 其實是244萬 本來就不是債權人啊 他的兒子跟他的媳婦 提供給他一年不超過200多萬 其實就不到100萬的撫養經費 為什麼會變成債權人 所以不要故意去 我覺得寒沙攝影要有限度 這個所有的事情 現在司法檢調都在查 你如果想要做政治攻擊 我也沒有覺得不可以 但是你是不是 你最起碼連連看要從1連到2連到3連到4 你不可以1連到110 你這樣只會畫出一條直線而已 根本沒有圖啊 所以側翼拜託用點腦子好 拜託你要政治操作也要聰明一點 我小心是不是覺得真的 現在所有的劍馬都指著你 不管是不是關於你的 全部都希望扣上你的名字 當然啊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事情從第一天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今天不管是我自己的親爸親媽 還是我的大姑還是我的公婆 有犯罪就是要依法處理啊 而且就是我的家人來講的話 是大義滅親從不手軟 就是應該要依法研辦 我覺得這個法律就是這樣子嘛 甚至於今天終於有跟我合作的那家正派的公司 他們發布澄清聲明了 他當時被威脅的時候 是我來協助報案的耶 所以那時候我還跟警方說 陸小姐要告跟騷法這一條 你們可以事後覺得說不符合 但是你不可以不受理人家的報案 我還去幫他協助這個耶 我是知道有發生任何狀況 我會立刻去協助 我當時也可以裝作沒看到啊 那是你們的事情你自己去報案 沒有我是有處理的 那他今天也已經發了那個澄清的文章 我也想寫得非常清楚 也還我公道了 是不是做也錯 不做也錯 沒有 就是要 沒有 他們要怎麼樣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該做我該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想要去恭喜 想要去簽什麼 過年的時候吃飯 按個讚 然後誰怎麼樣 那你儘管去講 可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是不可能傷害到我的 因為我沒有做就是沒有做 你寫了一千條一萬條 裡面你就是找不到任何一條 簽上我跟他們詐騙集團的關係 除了他是我老公的姊姊 就沒關係啦 那我老公能夠選擇他姊姊是誰嗎 我可以選擇我老公啦 但是他不能選擇他的姊姊是誰啊 所以我就講嘛 如果今天我有涉案 或是我濫用我的職權來協助他們 我願意立刻辭職 如果是我的先生的話 我也願意跟他劃清界限 但是我非常信任他 絕對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非常安全的 是理實氣壯的 是行的正做的直的 所以不怕這些側翼 他們頂多可以羞辱我 他們可以用羞辱的方式去抹黑我的人格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對我傷筋動骨 因為我是一個正直行事的人